乌鸡卖那么贵,真的比普通鸡更有营养 看完你就明白了 到年底春节准备来了 要说人们囤了什么年货 里面一定有鸡鸭鱼 其中鸡肉估计是人们过年最常吃的 在农村乡下,大家多半是吃自家养的土鸡 而在城市,人们的选择就多了 那大家知道什么鸡价格最高吗? 看到这里啊,我猜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可能是乌鸡 要说代客团圆,乌鸡不成艳 而乌鸡是鸡类里的上品 就了解,人们普遍觉得全身羽毛漆黑 就连肉和骨头都是黑色的乌鸡 比普通三黄鸡更有营养 所以市场上,乌鸡的价格一般比三黄鸡贵出几倍 当然,品质越好的乌鸡售价越高 看到这里啊,可能会有朋友好奇 乌鸡真的比普通鸡更有营养吗? 今天咱们就去了解了解 不知从何时起啊 黑色食物占领了市场 在养生这一块儿 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像黑芝麻生乌发 乌鸡滋因补气 黑猪肉营养丰富 以及黑枸杞是软黄金等等说法 成功的将黑色食物推向一个更高的价格 其中,乌鸡成了滋补的代表 乌鸡又名乌骨鸡 从外表上看 它和三黄鸡、白鸽鸡有很大差别 乌鸡不仅羽毛是黑色的 就连灰、眼睛和爪子也是黑的 当然将它宰杀拔毛后啊 大家会发现 乌鸡的皮肤、肌肉、骨头 甚至大部分内脏也是黑色的 不得不说 乌鸡看起来很特别 也难怪人们对它好奇了 那问题来了 乌鸡为什么这么黑 和三黄鸡、白鸽鸡差别如此大呢 首先得说一下 乌鸡的黑不是人为的 不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也不是什么化学物质导致的 乌鸡的黑是天生的 它们体内有大量的黑色素沉积 导致乌鸡羽毛、皮肤甚至是内脏 几乎都是黑色的 这里得说一下 乌鸡身上这黑色素 并非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只是让它看起来特别一点 既然如此 乌鸡为什么敢卖这么贵呢 虽然乌鸡体内的黑色素 没啥保健功能 但人家乌鸡 营养价值确实比普通的三黄鸡 白鸽鸡高多了 但从热量上来看 乌鸡脂肪含量低 每克肌肉仅含2.3克左右的脂肪 而普通鸡 每100克肌肉含有35.4克脂肪 当然除此之外 乌鸡蛋白质含量也比普通的鸡略高 高出5克左右 不得不说 乌鸡多少有两把刷子 营养价值确实比普通鸡高一点 另外接着一提的是 乌鸡生长周期比普通鸡长 而且大多数养殖场 为了养出品质上加的乌鸡 不会像对待普通鸡一样 疯狂的灌饲料 而是包个山头 放它们自由活动 饲料和蔬菜瓜果混着一起喂 不得不说 这样养出来的乌鸡啊 在肉质这一块没得话说 乌鸡吃起来不干不柴 肉质十分清甜 这样的鸡肉拿来炖汤最好不过了 所以啊 大家会发现 人们买乌鸡回家 多半是炖汤喝的 最后总结一下 乌鸡由于自身黑色素堆积 导致全身漆黑 看起来十分特别 但在营养这一块 它没有比普通鸡高出很多 不过剩在它脂肪含量上 肉质细嫩 炖汤之后啊 能香飘十里 所以 吃货们愿意花大价钱 购买乌鸡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 谁不喜欢美味的优质肉类呢 对此 大家觉得 是乌鸡有营养 还是普通鸡更有营养呢 欢迎一起来拉网 感谢观看